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鬼桥棍 这件事呢,是发生在九十年代,是我听外公说的 外公年轻的时候,跟我们一样,也都是全国跑着接活 九十年代那会儿,他还有两把子力气 直到千禧自年,不在外出,稳定在老家开了一个丧葬店 九十年代那会儿,社会发展已经走上了正轨 民间江湖没落,不过还是有一些垂木齐人 天津友善口记者,湘西苗寨,炒鬼坡 河南新野耍猴人,山东福山武藏庙 南茅北马,西谷东将等等等等 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亲历民间江湖最后的余晖 按道理来讲,我们这一行呢,也算是江湖中人 像我外公年轻的时候,常年行走在全国各地 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走客 意思就是啊,行走的知客 鬼敲关这个事儿,就是我外公当年走客的时候经历的 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走客 一般的,走客都为男性,通常身体素质要比常人较好 因为常年走南闯北,三字骨弱的根本坚持不下去 走客还需要对望文问,切有一定的了解 这是走客吃饭的根本,中医看的是病,而走客看的是风俗 鬼敲关这件事儿,发生在藏三角地区 这活儿,是我外公他一个朋友介绍的 其实也谈不上是朋友 说白了,就是一个中间商 他把这活儿呢,介绍给我外公 我外公办妥之后,跟侍主结完钱,分给他一点 这种中间商朋友,我也有很多 谈不上多,反正是有点交情 都是为了混口饭吃,他们这种中间商,在古时候啊 被走客们称为听丧儿 在以前走客多的时候,他们也算是一种职业 隋家人要是不行了,哪里死人了,他们心里边最清楚 跟走客是共生的关系 没有他们,走客的业务将会大大的减少很多 现在走客基本上都没有了 我应该算是最后一代了 听丧儿从我这一代开始不怎么常见了 要么就是把听丧当做一个副业 有活儿了,就打电话通知你 办完事,你还得把他的那一份钱给他转过去 现在基本就是这种情况 话说我外公接了那个活儿之后 一个人就去了当地 在当地县城就下了车 一路望闻闻妾,等到了寺主那个村子之后 当地的习俗他也了解的差不多了 至于剩下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 等到了村子,问问村里边的藏辈就行了 外公跟我就说,他去的那个地方啊,山比较多 山上有很多成片成片的竹林 当地人好像以挖竹水为生 日子呢,还算富裕 据外公说,他在那几天基本上餐餐有肉 走到侍主家,外公就告诉他自己是某某某介绍过来的 这个某某某就是听丧儿 当年在长三角那一片很有名 不只是跟我外公一个人合作过 外公退休之后,我还跟他打过几次交道 人呢,还是挺靠谱的 后面,侍主就打电话 确定外公的身份之后,就请他到屋里边想他 进去之后,侍主给外公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 这个死者是他的父亲 上个星期去山上挖猪笋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 因为年龄比较大,再加上刚下过雨,湿气比较重 送到医院,没几天就走了 这个葬礼不难办 虽然死者是意外死亡,但也不是横死的 只要规矩到位,是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 了解完情况之后,外公就开始给死者净身穿兽衣 本来是打算把死者放到堂屋桌床上的 谁知道,没一会儿,侍主竟然从外面拉进来一台冰棺材 那个时候可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的冰棺是很常见的 可是那个时候很少有人亲眼见过冰棺材 当时啊,还惹得大半个村子里边的人都跑过来围棺 我外公因为职业原因,倒是不觉得稀奇 他之前给有钱人家办白活,听灵的时候家家用的都是冰棺 而且样式还五花八门的,游的甚至现代人都没见过 晚上的时候,侍主家里边来了一拨人 这一拨人是侍主从外面请来的歌舞队 男男女女的,家在一起啊,得有十好几人 他们这一行人从一辆小货车上面下来 下来之后就开始摆台 等台子摆好之后,又是吹,又是跳的,毫不热闹 听人就说,光这一个歌舞队就花了侍主将近一千块钱 村里的人知道之后,对侍主呢,都是孜孜称赞,直夸的孝顺 我不知道外公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反正我觉得挺逗的 人活着的时候吧,不知道孝顺 人死了,又开始花钱买孝 这种啊,我见得太多了 久而久之,也就麻木了 当天晚上守灵,自然呢,是跟侍主几个堂兄弟一起守的 我外公也陪他们守了一会儿 期间,跟他们就说了一下,明天要走的流程 无非就是接待前来祭拜的这些宾客,以及上香烧纸和藏子环礼等 讲述完需要注意的地方之后,就回屋先休息了 直到后半夜,温度慢慢的降低 外公躺在床上,刚刚有那么一点睡意,就听见堂屋那边传来一阵的嘈诈声音 随即立马起身穿上衣服,就跑了出去 出去之后,只见堂屋一片的黑暗,隐约能看见几个人影子在晃动 我外公叫了一声,就问他们 怎么回事啊 施主就说呢 啊,不好意思,灯泡坏了,我已经啊,叫人过来换了 之后,没过多久,就来人把灯泡给换好了 新换的灯泡闪了两下,再次亮了起来 这个时候,我外公也没了睡意,干脆就跟他们一起守了起来 几个人东扯扯,西扯扯的,调侃了一会儿 后面,施主就问他们,说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我外公不觉得饿,也就没吭声 另外几个,估计已经是饿了 就吹出着施主,赶紧去弄点吃的过来 施主应了一声,就站起来 就在他,正打算往回走的时候 只听见呲的一声,头顶上的灯泡,又灭了 施主愣了一下就说 这刚换好的灯泡,咋又坏了呀 那几个人也觉得纳闷 我外公没有搭理他们 让施主叫人过来再换一个 总不能就这样,摸着瞎手到天亮啊 施主说好,谁知 他刚抬起脚,就听见身后边传来 砰的一声 那个声音,有点像敲门的声音 其中一个人有些紧张的就说呀 这声音,怎么好像是从冰棺材里面发出来的呢 施主听了之后,有些不高兴 就说呀,你胡说什么呀 哪有什么声音 说着,就要往后面看 这时候外公就吼了一声 让他们闭嘴不要动 把眼睛闭上,也不要往后面看 他们倒是很听话的,一动也不动 一时间,唐屋只剩下大家喘气 呼气的声音 紧接着,他们又听到一阵 砰砰砰的响声 就好像是敲门,敲得极了的样子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们就听到一阵熙熙碎碎的声音 有点像是躺着的人 起来的时候啊,衣服摩擦发出来的声音 接着就是,啪的一声响 周围开始有人,缓慢的走动了起来 走动的声音不大,但是很沉重 声音闷闷的,一路好像是向门外边走过去 直到声音越来越小 最后实在是听不到了 又过了几分钟 外公才告诉他们,可以,睁开眼睛了 可是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 头顶上的灯泡又亮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亮光,让所有人都倍感不适 眯着眼睛,好一会儿才感觉好受了一些 可就在这半征半毙的状态当中 他们就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以至于有人嗷的一声,晕倒在地 因为他们发现,冰棺里边的尸体不见了 晕倒在地上的那个人,就是施主了 他看到冰棺空了,第一十妹缓过来 就吓晕了过去 外公怕他有个好歹,就过去看了看 翻开施主的眼皮,发现没有大哀 就掐着他的耳存,给他顾了顾魂 等到施主醒来之后,喘着出气就问 怎么回事啊,发生啥了呀 啊,我爸的尸体怎么不见了呢 外公只是告诉他,这是鬼敲棺 其他的,什么都没说 可能很多人不明白,鬼敲棺是什么意思 但是大家一定都听说过,鬼敲门 鬼敲门一般是因为阴气过重 让屋子里边的人产生门外有人敲门 或者是有人敲门的混听 可打开门,门外边什么都没有 这种情况,在九十年代的北方农村是比较常见的 只要你开门,或者是硬了的话 那么当事人就会大病一场 这种就属于冲撞了阴气 鬼敲棺也差不多 不过有两种 一种是跟鬼敲门类似 还有一种通常是死者入殓的时候 因为一时疏忽,让动物跑进了棺材里 动物在里面一动,就会发出砰砰的敲棺声 这种也属于犯了冲 不过冲的是生气,很容易造成死者启示 这也是守灵不让动物接近棺材的原因之一了 施主没有刨根问底 他也知道,我外公不说,是因为怕吓着他 只好问他,现在怎么办呢 外公让他召集村里边的人一起去找 最好能在天亮之前把死者给找到 不然以后可就麻烦了 现在这种情况来看 死者很有可能是起尸了 如果及时把死者找到火化 倒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怕找不到,等个三年五年之后 死者自己又出来祸祸祸村里人 自所以强调天亮之前把尸体给找到 是因为起尸之后,死者怕光 等天一亮随便藏在哪个山窝窝里面 再想找到,可就困难了 死者生前在村里边为人和善 村里人听到有需要帮忙,能来的都来了 外公问施主,他父亲生前最喜欢去什么地方 施主想了一会儿就说,说没有什么喜欢去的地方啊 不过经常有一个去的地方,那就是后山了 那里边有一片他家的竹林 他父亲生前闲着没事总爱往上面跑 那时候啊,是九十年代 一到天黑,基本上很难见到光 他们总共才找到四五个矿灯照明 山路崎岖,加上又是大半夜 前几天还下过雨,一路特别的难走 大概能有一个多小时之后 前面的队形就乱了起来 他们就说呀 哎,快来呀,有发现 然后就叫我外公啊,上前去看看 外公上去,看到他们照明的地方 有一块睡布 被挂在树边的灌木虫上 拿在手上,摸了摸,发现是兽衣的料子 离得近,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裂质布料的味道 那些人也不再吭声了 眼瞧,见了这兽衣上的睡布 他们心里边呀,也有一些大餐 之前发生的事,他们只是听说并没有切身的经历 可真当他们参与进来 此时,只是感觉振振的良意 施主就说,这是他父亲身上的兽衣料子 他亲自挑选的,肯定错不了 我外公敷衍着就点点头,心里边呀,却犯着嘀咕了 要说之前还对启师的事情有点怀疑 可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不得不让人信服 这时候,施主就问我外公 为什么之前不把他父亲给拦下来 不比现在摸虾碰运气的强多了 外公问他,你钓过鱼没有啊 啊,然后就说,这刚起来的尸体是最凶的 就跟刚上钩的鱼儿一样 你得遛他 同样,刚起尸的时候,我们也要避其锋芒 所以才让你们闭眼闭嘴不要动 施主听了外公的解释之后 这才恍然大悟 后面又走了十几分钟 有人大喊了一声 啊,这有脚印啊,快来 外公赶紧上前去查看 上去之后,发现这脚印有点古怪 为什么说有点古怪呢 是因为这个脚印非常的深 根本不像是死者那个体动的人能够踩出来的 周围的人也发觉到了古怪 就问外公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是跟着脚印走,还是说去别的地方继续寻找呢 外公想了想就说呀 跟着走吧 啊,大家注意周围 有什么动静就待在原地不要动 听外公这样说 他们都沉默了起来 周围的气氛也变得凝重 大家走一步挺两步的 生怕出了什么意外 直到前面有个人小声嘀咕着 说后面好像有人在叫他 正准备回头的时候 被我外公一下子就给喝住 告诉他们千万不要随便回头 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走夜路不能回头的说法 其实多少啊 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而且不止不能回头 走夜路的时候 也不能随便叫别人的名字 因为同名同姓的太多了 你不知道会把谁给叫过来 外公告诉他们 如果听到有人叫自己 那就掐自己的耳垂 耳垂能顾魂 让自己清醒过来 又过了一会儿 路上的脚印也没了 大家齐聚在脚印 最后消失的地方 大家可以代入一下 如果你处在这么一个环境 突然发现 一直追寻的脚印 瞬间消失不见了 那么大多数人呢 第一反应就是东张西望 试图找到消失的脚印 而当你四处都看了 没找到的话 那么会本能的抬头向上看 这是人的本能反应 可在山林里面 最忌讳的就是抬头向上看 一方面来讲 是怕看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说不定 哪个树叉子上曾经就有人吊死过 另一方面 这是走山路的规矩 因为山路陡峭 走山路的时候 尽量看着脚底下的情况 抬头容易让人走神 一手神 一手神就很容易发生意外 所以外公提前就叮嘱他们 不要抬头 往上看 可脚印在这里就消失了 众人一时间也没了方向 全都大眼瞪小眼的 就看着我外公 外公让他们别着急 仔细地在周围排查一下 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说着 自己坐到地上 开始抽起了烟 好像笃定 在这里一定能找到死者的尸体一样 别说 没过多久 他们还就真在附近 发现了一些东西 刺死者的鞋子 一只放在地上 压了三块石头 另外一只呢 就放在石头的上面 也就是 两只鞋子叠起来 中间夹着三块石头 特别诡异 也特别奇怪 外公过去就看了看 闻到周围 一股骚尿味 然后就问他们谁带钱了 施主站出来就说 说自己都里有 问外公要多少 外公就说呀 两百就行 多了 这钱可就不好花了 施主不明白 我外公这话的意思 不过还是从兜里边 掏出了钱 就递了过去 外公接过钱 把死者的鞋子抽出来 然后扔掉其中一块石头 把钱放在剩下的两块石头上 然后告诉他们 可以回去了 死者的尸体已经找到了 他们感觉就晕乎乎的 说这啥也没见着 怎么就说找到尸体了呢 外公让他们放心 天亮之前 尸体会出现在村口 到时候直接抬回来就行了 他们虽然不太相信 可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暂时先回去 等到第二天 东方吐白 施主立马叫人去村口 去打探情况 临走 外公叫他们拉个板车过去 大概几分钟的时间 就见到他们几个人呢 拉着板车 从村口一路小跑回来 等来到门口 纵人都往板车上面看去 只看见板车里 盖着一张白布 白布下面 有一个移动 也不动的人形 施主看到我外公 知乎神了 然后就说 他们刚走到村口 就看见地上躺着一个人 走近一看 正是他父亲的尸体 后面施主 一直追问我外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外公随便敷衍了两句 让他呀 别多想 好好把伤势给办了 这才是正事 施主问我外公 是火化呀 还是土葬 外公说呀 不用火化了 资接土葬 等把一系列的事 都给办完 最后结钱的时候 外公少要了一百块钱 说这是规矩 施主见我外公 也不肯要 也不再强求了 临走的时候啊 送我外公 两坛子自家酿的 粮食酒 外公欣然的就接受了 听外公讲到这儿 我就知道啊 这事儿 肯定不止起事这么简单 于是我就追问 外公就告诉我 鬼敲关分两种 前面我也说了 一种跟鬼敲门差不多 还有一种 就是动物 跑进了棺材里面 弄出来的商业 可我纳闷的是 当时守灵的那么多人 难道就没有人发现 有动物跑进棺材里吗 外公笑了笑就说呀 说这动物 可不一定就是 守灵的时候 放进去的 在尸体放进去之前 就待在里面 也不是不可能的 难道有人搞鬼 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外公就说呀 没错 确实啊 是有人搞鬼 然后就把事情的原委 就告诉了我 在九十年代 民间江湖 最后的光景 尚有一些奇人异事 这些奇人异事 干什么的都有 这其中 有一种叫做闹白事 起源于神调门 形式诡异 性情奸掌 后来演变为一种职业 古时候我们这行 跟闹白事的 打交道的还真不少 不过大多数啊 都是死对头 因为闹白事 主要业务就是在 丧帐上搞鬼弄钱 而我们又是 负责葬礼 怎能让对方呢 在这胡乱的撒野 所以久而久之 双方就发展成了死对头 但凡是些有例外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我们这行 其中也有人 跟闹白事的关系比较好 至于交好的原因 那自然都是为了 合起伙来 一起骗钱了 怎么骗呢 哎 就是自导自演 说白了 就是我们这行 先接一个伙 然后跟闹白事的 就通知一声 闹白事的 就会在丧葬礼上 搞出一点动静来 让施主的家里 产生恐惧 然后再出面 把事给摆平 收到钱 两人平分 外公那事啊 就是遇到了闹白事的人了 这个人 应该是出租 给施主冰棺的那个人 在出租冰棺之前 就往冰棺里面 放了动物 这个动物 据说呀 应该是个黄皮子 因为在找到 使者鞋子的那块地方 有很重的尿骚味 跟黄皮子接触过的人 一闻 就能闻得出来 这也算闹白事的一种象征 那冰棺 是施主拉回来的 拉回来的时候 谁都没有检查 到了夜里 守灵的时候 黄皮子在里面敲棺材 给人营造一种恐惧感 然后再由闹白事的出手 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把他们给迷住了 包括我外公 我外公其实对闹白事啊 也不是很熟悉 只是听老一辈人说过 闹白事很擅长 迷惑人心 据说还会用一些换术 他们最常干的 就是偷偷地在死者躺着的 临床底下 用脏血画小滚 让一家子晚上都做噩梦 又或者是偷偷换掉 长明灯的灯油 让长明灯呢 一晚上都不安分 然后趁机出来 高价售卖高级灯油 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了 外公说他之前 也觉得死者呀 无故起失有点奇怪 可当时找尸体这件事 最为重要 也来不及多想了 所以就没有想到 会中了闹白事的手段 直到他们见到那些脚印 他才反应过来 这启尸恐怕是人为事件 因为凭借死者的体重 根本踩不出那么深的脚印 这只能说明 是有人背着死者 两个人的体重 加在一起 踩出了那么深的脚印 刚开始 他只是怀疑对方是闹白事的 但真正确定 还是因为看到了 死者的那双鞋子 摆放的造型 这是闹白事一种 传递信息的方法 两只鞋子 中间夹着三块石头 这就说明 对方是要三百块钱 了却此事 显然对方也知道 我外公是有点本事 不然是不会那么轻易的 就善罢甘休了 鞋子周围的尿烧味 也算是对方 给我外公传递的信息 因为闹白事的人 大部分都有养宠物的习惯 有的是养黄皮子 有的是养着狐狸 总之什么动物企业性 他们就养什么 我外公也不想惹是生非 就让施主花钱消灾了 不过并没有给对方 想要的那个树 而是扔了他的一块石头 给了两百块钱 外公扔石头的时候 说的那句话 其实也是告诉闹白事的人 做人不要太过分 给你两百块钱 见好就收 闹白事的人 当时肯定就藏在周围 我外公说的话 他们也能听见 跟施主他们说 明天尸体会出现在村口 也是告诉闹白事的人 拿了钱 你就按照规矩 把尸体放回我说的地方 虽然闹白事名声不太好 但是他们这行 也有自己的规矩 就是收了钱 必须要把事给善聊 这点信用 他们还是有的 其实回头来看看 这闹白事骗人的时候 出现不少的披露 例如冰棺的门 是被打开的 要知道起尸的尸体 可不会开门 这就足以说明 当时是有人 从外面 把门给打开 搬出了尸体 只是我外公当时 只想着说怎么避免 与起尸产生冲突 从而忽略了这一方面 才会着了闹白事的门头 至于为什么 闹白事的人可以迷惑人心 听外公他们讲 说这些人呢 会一些歪门邪道 加上常年与狐狸 黄皮子 这种邪性大的东西接触 时间久了 自然有办法 遮人耳目 不过我倒是觉得 这其中最大的原因 还是掌握了人性 如果这场白活 没有专业的人操办 估计他们听到敲关的声音 早就吓得屁股尿流了 那么闹白事 也不用再费那么大劲 铤而遭险 当着他们的面 偷盗尸体 直接等他们跑了 捡现成了就行了 只是这样一来呢 付出的费用 可就不止两百块钱 那么简单了 事情虽然彻头彻尾 外公从来没有 见到过对方的模样 但这次打交道 估计是我们两个行业之间 最后一次碰撞了 时代在变 人也在变 有很多东西 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这些只是我知道的 那么我不知道的呢 还会有多少人知道呢